你我之間這支碟 我這次是沒有出一個實體的碟 有很多的原因 第一我覺得時代一直在變化 我對上一支買的實體CD 我都忘記了是何時 然後我對上一次買的實體CD 我真的會放在機器裡聽 都不知道是何時 我永遠過很多年 我都是我愛的歌手 我就會上網買他們的CD 那我覺得我除了熱愛我的歌曲 我更加熱愛這個世界 那我那天在想 就算我賣到一百萬一支 就算有五千支在街上賣不到 那裏都是五千個膠盒 因為通常都是膠盒 還有五千支實體的CD 那我覺得就很無難 所以我這次就決定了 走先一步 以後都不出實體產品 除了我可能會出限量 就算我知道有十萬個人賣的 我只會出五百支 因為我知道就算有十萬個人賣 在現在這個世代 只會有可能三十個 會放在CD機裡聽 因為我們現在很花心的 就是我們會喜歡聽完一支 梁詠琦的 就聽一支朗琦的 聽一支朗琦的 聽一支朗琦的 聽一支鄧茨琦的 聽一支鄧茨琦的 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多的選擇 是令到我們很幸福 第一我想環保一些 救一下這個地球 所以以後小一期 我希望只會出限量版的CD 但由於太多粉絲 投訴我 還有哭訴 你錄了四年的專輯 不可以沒有什麼紀念 所以我接下來就會做一些紀念的事情 做一個box set 給你們購買 這個box set有限於幾百個 裡面的全部都是有用的 所以都是沒有CD的 那就是 一定要有一個人創新鮮的 我第一個舉手就是 裡面就會有 你我之間的幾年版的Headphone 有一個年曆 你可以每年每月每日都看著我 有一個我自己編織 就是我組的 跟我很朋友的designer一起組的 一個notebook的寫真 那寫真是你只看我 你只看一次就放在一邊 也是沒用的 所以那個notebook就是 一頁是我 一頁給你寫字 一頁是我 一頁給你寫字 那 也都有我自己服裝品牌的 的東西在裡面 那 我自己會寫一些感想在裡面 那 那 還有我接下來在 北京和香港 也都會有一些 音樂會或者一些 關於這一支店的見面會 那所以你買了這個box set 就會有一個目標去 去印象 去可以跟我相聚啊 拍照啊 聽我唱歌的